哈喽 大家好 阿华的鲁绳 现在正在整枝 第一年长得很旺盛 这样子前段时间长这样 然后听说长得这么茂盛的时候 就可以修枝了 所以就开始整枝 然后它新刚刚长出来 就有这么大的鲁绳 他们说像我们这种方式的话 可能第一年就可以 就有采收的了 然后我们又要用专业的东西了 用这种 自己在买的是吧 这种刚刚寄过来买的 我们就是挑这种是 你这个是塑胶管吗 你们有钢丝吗 没有 啊有 为什么都那么硬呢 这种非常专业又漂亮 因为我们种在屋后面 这本身就像一道风景 然后就适中了 适中如省 感觉到很有趣 后来就 因为它一直歪歪斜斜 所以你要 这样绑钩都可以吗 会不会又歪倒 然后它我们插竹子嘛 小的时候插竹子 插竹子 结果我长那么高的时候 它还是会歪下去 来 看阿华 哈哈哈 现在有太阳 刚刚阴着 偏晕凉着 来 现在又开始有太阳 然后它太高就歪倒嘛 然后现在又买了那个 这种 专业的这种棍子 啊等这个棍子再用不住的时候啊 我们就要把它用两边的那个 又要插那个钢筋了 然后给它夹起来 就是搭架子啊 给它用起来 搭夹起来 它才不会歪倒 因为长得壮嘛 你看下面一年呢 就吃了这么多小只 然后还又长了这个 我就说能可以拔来吃吗 要 撞树 要给它撞粗 让它长粗壮 菜的叶子可以倒在旁边 是给它像堆回一样 然后这样子啊 像这个菜的 菜叉啊 菜叶子倒上去 结果哦 它还小 如果挖到它的头上了 让它的头压住了 然后没有放火作用 就死了一窝 真是的 是我的臭 然后呢 现在就是 你是怎么弄这个细子 比较老的吧 用掉 本来是说拿剪刀剪下 一拉就掉了是吧 我看一下 你是怎么的插棍子 我看一下你怎么插棍子 这是对它的距离 现在就是 你现在就是给它养根 是吧 对 好像如神 最主要就是根 没有忘吗 然后插了之后 看一下给大家看 插了之后就这样 绑起来 然后 没关系 但是哦 这样子哦 看起来很高败耶 一定要绑啊 不然它的头都歪下去 这个才会有光合作用 哦 这样子就光合作用 好漂亮哦 怎么这么清秀 这种真的好看呢 这个这个又在种的 哦 你如果在家里 你想要种一盆两盆 就是弄在那个当盆景的话 也非常理想 有四只啊 小的就随便它长 等它老的时候又大母 母等于是母如笋 要留四只母笋 它就有一点类似是 绿竹笋 有点类似 只是这些细小只的 另外那一边 那边水果园里面也种了几颗 然后昨天又买了一个紫色的 紫颜色的 到时候种下去再分享给大家看 紫颜色的是 是水果卤笋 水果卤笋是紫颜色 都创新了 就买了几颗 然后创新种种看 看第一个它的味道啊 再一个种植方法啊 然后对这方面的去研究它 是蛮蛮感兴趣的 所以分享 卤笋在加油种植中 今天整只插那个竹竿 给它树立起来 下一次再来搭架子 给它做一个支撑 下一次把它两边夹起来 还是比较专业 现在是属于固定绑起来 OK 下次再分享了 哈啰 哈啰 大家好 阿华的乳神啊 给它买了那个碎末 树枝的碎末 它保湿 然后又不长草 然后又有一根的肥料 把它用好了 然后这种冻起来 尾巴擦好了 枝条也给它修剪好了 好 这样一边好了 它施肥 吐槽 菜牙整理 及修剧 都弄好了 对着小卦 还在上面 享受这种美景 那 就这样子呢 有声音吗 谢谢 大雅 非常好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 呢 我 有个人 不相信 我